福建五一山脉深处,植被茂密,有一群导弹鬼喜欢在铁路盘打窝 这群导弹的家伙叫竹鼠,他们喜欢吃毛竹的根部芦苇干 铁路周围的竹鼠经常因为磨牙啃伤了铁路关缆,影响正常通信 为保证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通信段少五车间的职工门 除了日常检修通信设备外,还精通驱逐 春运期间,这群黑猫警长们又开始在铁路线旁,跟竹鼠玩起了捉迷藏 一大早,南昌通信段少五车间通信工门乘车来到阴下铁路,少五段的铁路湖泊下 他们不时蹲下来,方方泥土,看看是否有竹鼠洞穴 在咬到我们逛的时候,会对我们的通信的设备造成重大的影响 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铁路的运输 在铁路的沿线过程中,经常长着这样的茅草,芦苇 他经常喜欢啃这个芦苇的根,还有竹子 而我们的光朗就埋在这个芦苇的下面,还有铁路沿线 他比较喜欢拿我们的光朗进行磨牙 张熊和竹鼠打了多年的交道,对这小家伙的身形和习性他都了如指掌 他告诉记者,这两年随着这里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竹鼠的数量不断增多,地底下的光电朗被竹鼠咬断的频次也越来越高 这个洞你看,你看这个芦苇的叶子,这个还是新鲜的,还没有死 这个说明这个洞是新鲜刚打的 这个根还比较新鲜,说明也是刚打不久的,被我们发现了 因为长期与竹鼠捉迷藏,当地的铁路职工已经有了一套搜鼠、驱鼠的独门秘籍 一旦发现竹鼠洞,他们便用铲子、铁锹在洞穴边相互敲击出刺耳的声响来驱赶 此外,烟熏和灌水也是驱鼠的方法 冬季的深夜是这群导弹鬼最活跃的时候 经常因为一只竹鼠咬断光缆,要出动十几名人员进行修复 光缆的纤星比头发丝还细,要将24星的光缆一根一根接通 从准备到离开,全程至少需要四个小时 野生竹鼠被列为我国三有保护动物,只能驱赶,不能灭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逮到导弹的竹鼠后 会在远离铁路、毛竹或者鹿尾丛生的地方给他们寻找一个新的家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